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上个礼拜的节目有跟各位介绍过 有一位华裔的少女 邓家熙 她不幸的在示威当中被军方给击毙了 这两天有一个更令人觉得非常的愤怒气愤的消息传出 就是邓家熙竟然是遭到了军方给...怎么讲 挖出来 挖坟开关 然后来验尸 念完诗之后 军方就发表了声明 就在透过他们的国营电视台就说 邓家熙这位少女她是在后脑梢 是有一个伤口 里面拿出一个铅块 这个香咽是跟我们军方用的枪子弹是不合的 所以军方就说 这个不是我们杀的 人不是我们杀的 是那些不想要和平 想要更混乱的人去做的事情 就撇清这个责任 那这个消息当然就引得缅甸的民众非常的气愤 第一是他们竟然不尊重死者 就这样把人家挖出来 开关验尸 然后第二个是他们竟然说谎 明天人民认为这个军方说谎有屈真相 就我的经验 就我在明天采访的经验 他当然是说谎 这个毫无疑问的 那你记得不记得 这次示威活动开始的时候 第一个牺牲的也是一个女孩子 19岁 她也是头部动枪 然后送到医院已经老死了 但是我估计是因为她家人 因为她跟她那个生日很靠近 对 我估计是因为她家人想拖到她生日 然后再把管 所以她死的时候就是讲说是二十岁 满二十岁 编甸军方后来也是说 她脑袋里面的这个东西 但不是我们的 不是军人这个制式的武器的枪弹 这是编店这个一贯的做法 我记得有一次 前几次我在节目里面也有提到 2007年 是 场景见识 日本那个记者被打死了一次 日本派租外乌笋的特使 到编店交涉 希望拿回场景见识的这个摄影机 结果编店说没有了 摄影机没有了 但是很奇妙的就是电池还在 对啊 那不就表明了摄影机就在我手上 我就不给你 是 就是说她就是 我就是这样子 你怎么样 你也拿没办法 所以这一次这个邓家熙的事件 我的看法也是这样子 这个事件只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个他们还讲了一点 说是因为是后老中枪 所以不是我们打的 因为我们跟这个 是面对面的对峙 是 自为的人都是面对面的 自为的人不会往后逃啊 对啊 是不是 他会往后跑 你一开枪大家就往后跑嘛 所以你用这一点 来作为这个论证是站不住脚的 是 第二个 它比较强的论证 就是说我们找出这个 后面这个千块 不是我们这个知识的枪子里面 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可能性存在 我现在就跟大家分析一下 第二个 第一个 它后老中枪是可能的 因为狙击手打嘛 它叫头发是可能的 那现在它说 这个子弹不是我们的 这个是个很强的论证 这个子弹不是我们的 我们就假定 它是对的 假定它真的找出来 这个子弹不是他们的 那我现在就是要分析一下 为什么会找得出来 嗯 因为军方很有把握 这个东西不是我们的 所以我要开关也要把它找出来 告诉你们 是这么一回事 那这个子弹是谁打的呢 嗯 嗯 不希望维持着稳定的人就是谁呢 就军方啊 还有谁 军方在这个政变发生过不久之后 就放出了两万多名囚犯 我们之前有说过 嗯 放出两万多名囚犯 那么缅甸自己的人都很清楚 这些囚犯出来是要做什么的 所以他们每个社区都组织了 这个守望相助的这个队伍 来维持社区的治安 嗯 那这些人 有可能是军方也把它安排到示威的群众里面 是 他可能打了这个邓家锡 嗯 嗯 军方也知道 他的子弹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是 所以我现在就把它挖出来 嗯 证明给你们看 这个子弹不是我们的 嗯 是别人打的 是 关键在于这个别人是谁 嗯 他们自己的暗状 这个别人 我 以我自己对缅甸的了解 嗯 不仅仅是对缅甸的了解 因为我自己对东南亚国家示威的了解 特别是泰国 啊 泰国我在泰国十年 泰国的是最 最这个动荡 甚至动荡的十年 嗯 我采访过很多次的示威 嗯 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嗯 政府 或者军方 把自己的暗状 埋伏在 这个 示威群众里面 制造动乱 是 这个是有的 嗯 绝对有的 是 我自己 上一次在讲 都到那个 采访 2007年 加沙革命的时候 我自己的经验也是一样 我刚 刚去的时候 傻乎乎的 还在那边 很得意的 像一个记者 要在那边工作 对对拍照 后来我发现不对 我才蹲下来 然后就发现 示威群众里面 有些人的眼神是很奇怪的 嗯 一般人的示威 他一定是面对前面嘛 是 是不是啊 军队都在前面嘛 但是 示威的群众里面 因为每天的示威 我讲过很和平的 他们都是蹲在地上 嗯 我就会看到有几个人 嗯 眼神很奇怪 一直在看 一直在看别人 哦 他一直在看别人 要想要搞出来 你是什么人 你是干什么的 那个眼神就是这样子 我也讲过 后来 镇压之后 后来这个缅甸 仰光的这些市面 暂时恢复的正常 我还出去买东西嘛 我走到街上 也发现了很多个小伴 嗯嗯 你一看 就知道他不是在买东西 对 就是来监视各位 对他那个样子 监视民众在干嘛 然后他 端了一个那种 临时那种摊犯的样子 嗯 就不像是一个摊犯 嗯嗯 他也没有叫卖 他就是这样东看西看 看明显是在监视 其实就是 就是政府的暗装 嗯 那我刚才讲的重点就在于 邓家西的脑袋里面 找出来这个破片 嗯 真的很有可能 嗯 不是跟这个缅甸军方的 制式武器是不合的 嗯 但是是谁开了这一桥 嗯 这个才是重点 是 不会是缅甸群众 对不会是人民呢 啊 不会是示威的人民 这个是肯定的 嗯 那如果说是 是不希望 希望这个缅甸局势稳定 希望制造动乱的人 那么这些人是谁呢 嗯 不就是你军政府派的人在里面吗 嗯 埋伏的人吗 是 这是我的判断 而且我很有把握 嗯 嗯 那缅甸 他们都在抓人 那 这两天也发生了一些事情 全民盟 就是 翁山书记这个党 他们各地的这些 啊 分部的负责人 都出事了 嗯 马归省 马归省的这个 明盟的地方的负责人 嗯 跟他的侄子 被暴徒 乱刀砍死 乱刀砍死 啊 那 是谁做的呢 嗯 第二个 啊 仰光省的 明盟的 地区的负责人 在里边六晚上 被抓走了 嗯 半夜 都是半夜行动的 对不对 我们在眷村长大 小的时候 都有过这种经验 白色恐怖 是 就是军警上门之后 再也没有回来了 是 那我们那个不是军警 就是军人 对吧 就是军人 晚上我们 我自己都亲眼看过嘛 大卡车 哇哇哇开过来 开到某一个 这个 某一家门口 然后 嗯嗯开走 那一家的家长 从此就不见了 在掩柳 在掩柳 缅甸的情况 我可以完全想象的 啊 他这个仰光省的负责人 也是在礼拜六 被抓 然后礼拜天 尸体就送出来了 啊 头上包了一个白布 上面都是血 就是被军警打死的 嗯 他们这样子做的原因是 是在干什么呢 就是在恐吓老百姓 心理上的 是 他们心里产生恐惧 是 在恐吓老百姓 嗯 我随时是可以把你抓走的 对 缅甸的军警 这一段时间 啊 也在仰光 还有其他大城市 我知道的是仰光 但是我相信其他的大城市都有 嗯 随意 可以去搜索民宅 对 因为他们在此之前已经废掉了那些什么 需要搜索票才能拘捕人啊 是 或者你拘捕不能超过几个小时 这种 就是一般会有的这种正常法律 他们都已经取消掉了 他们可以任意拘捕 而且不需要理由去把你带走 是 他们都已经铺牌好了 是 他可以随意进去 然后就看你家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 有没有什么宣传品啊 或者是挂了什么翁山书记的像 对 他们现在好像一般名家还没有进去 是 只要你名家里面有任何 他不仅仅是一般名家进去 他还随意开枪 他就看着你这个房子 乒乓乓乓乓就开几枪 你知道吗 然后你家里面如果有这些东西的话 他会把你抓走 对 抓走 现在 表面上公布的 不是公布 他不可能公布 就是这些缅甸的这些组织 非政府组织 就是他们自己的统计 所以已经有一千七百多人被抓了 天哪 绝对不止 绝对不止这个数目 抓了很多人 那他这种种的做法 都是要恐吓你 让你不敢 但这一次的缅甸这个思维 跟以前是不太一样的 这一次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 绝大多数 是 所谓的Z世代 嗯 那么 他们 第一个 年轻充满了热情 嗯 第二个 他们用现在的这个 高科技的方式联络 网络 各方面 比较容易联络串 这个是 军政府可能是 面对的一次 比较不太一样的一个示威 是 是 不过我听说 就是说 我看到这个邓家熙这个被开关 挖坟这件事情 我心里的想法是说 缅甸不是信佛吗 他们应该有这种 轮回报应的这种概念 为什么 当然我这样想法可能很天真 就是说 他们不怕报应吗 不怕做这种事情 会下地狱吗 他根本不在乎啊 对啊 然后你就跟我讲那个巴瑞将军 他好像以前也做过一件事情是 怎么讲 有点破除迷信的感觉 现在因为缅甸 它是一个佛教的社会 其实很多东方国家的社会是这样子 特别是佛教国家 东南亚国家很多是这样子 他们现在缅甸的示威人群 他也有些 有些 有些创意嘛 他就在街上把旅人的衣服 是 内衣裤 吊起来 那军队就很忌讳 忌讳 这个 旅人的衣服在那边 我们就不能过去 穿过去好像会倒霉一些 就等于说是有点 延缓他们行动的作用了 当然他们也不会说是 就不前进了 他们还要花时间把它拆掉 拆下来才走 然后前进才会过去 有这种 创意的示威方式出来 但这个东西也是挡不住的 因为他们还是要按照 上级的命令嘛 对不对 是是是 上级叫他们去 去镇压他们也不可能不镇压 是 缅甸这个国家就是 他这方面的各种 鬼神的事情很多 你包括他们政变 可能都是先问过这些 新向家的 是吗 泰国的政变就是这样子 选即时即日是不是 是是是 现在泰国一定要在酒 对 泰国的政变就是这样子 那个塔兴被推翻的时候 2006年9月19号 晚上9点19分 坦克车开出军营 是 那 至于这个旅人的这个服饰 倒是一个蛮有趣的东西 我在我们在有一集讲过 我认为缅甸这次的这个政变 其实真正的幕后指使者 或者策划者 是那个丹瑞大将 已经退休了 他退休了 其实也算蛮久的 2013年就退休了嘛 但是我相信是他在后面 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心理战专家 所以我们刚才前面讲的那些动作 包括半夜抓人啊 这些动作 甚至于开关验尸啊什么 这种动作 其实都是在恐吓人民的一种心理战 嗯 推荡人民 他有一次 他有一次就做了一个 让人家很看不懂的事情 嗯 他居然穿了女孩子的 Longgy 就是缅甸那个 围在身上 我一条不围在身上 那个传统服饰 因为其实缅甸男女 穿的那个东西都一样 嗯 但是是颜色 以颜色来区分 嗯 颜色花色 来分辨男孩用 还女孩用 哦 结果他有一阵子是穿女孩子 嗯 穿女人的 大家后来觉得奇怪 后来想通了 嗯 为什么想通了呢 因为那个时候 一直有传言 缅甸会出一个女总统 女性的总统 那当然就是讲翁山苏姬嘛 对 他就给你破除了 对啊 就是我 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就先穿女的 嗯 表示我们已经有一个 你不必来了 嗯 有过这么一个插曲 嗯 嗯 这个都是跟这个迷信有关系的 是 你刚刚提到 这个他开关厌食 啊 会引起很多人的反感 嗯 但是同样的 他会引起很多人的恐惧 这个被 被你杀掉之后 我还没有办法 恩灵 嗯 我埋下去之后 你还要把我挖出来 嗯 这个 是一种恐吓的行为 嗯 看在一些 你现在想象一下嘛 是 我们坐在这边 嗯 突然 乒乒乓乓乓乓 把你的窗子打破了 嗯 你会怎么想 对 是不是啊 你真的会害怕 你不身临其境 你不知道的 而且你等于晚上 你也不敢睡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们会闯进来 然后就在你家开枪 然后就在你家把谁拖出去 就再也不回来 这种 我想有经历过白色恐怖 或者说我们有听 就是听过这样的故事的人 应该都可以理解说这种 而且你要每天生活在这个环境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是镜头 那种确实是一种很恐怖的经验 你像我在伊拉克 然后在巴格达 住在旅馆里面 嗯 半夜 是 强声就出现了 嗯 对啊 你真的会怕喔 因为很近喔 就在你旁边喔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在打 要攻你这边 是是是 在巴格达 在这个东地问 嗯 我都有类似的经验 嗯 最多半夜 外面变得好像枪开始了 嗯 所以这个是是很恐怖的 嗯 那现在确实是在用这个手法 他也他也 呃 昨天吧 前两天还宣布了 所有的这公务人员 嗯 你如果罢工 今天是3月8号 对今天3月8号 以今天为准 你如果罢工 到今天为止 你还不上班的话 就把你开除了 嗯 因为工会有出来呼吁啦 就呼吁大家都罢工 然后支持这些反政变的民众 但是会不会成功 可能也是要看喔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很强调的 我们真的很同情缅甸的群众 是 好不容易享受到一点民主的滋味 是 结果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是 又要回头 嗯 但是呢 这个 真的是 我也强调过很多次 我真的不乐观 真的不乐观 因为这个所有的权力 毕竟对 长得过在他们手上 我们现在也看到的 是老百姓 不畏惧 上街思维 这些东西 但是 其实 各位知道 军政府在后面已经做了很多的事情 嗯 那个在新闻上是没有的 嗯 包括在各地 把该换的人全部换掉 对 全部是自己人了 然后 所谓的步骤准备好 你不上班 你要罢工 可以 我就让你不上班 永远不上班 对 我不是没有人 对 对 加上这些国际制裁 到目前为止 也看不出什么成效啦 而且我们上一集节目也说过 缅甸说没关系啊 我就跟几个人交朋友就好了 他们已经习惯了 之前也挺过来了 所以我们就是 只能在旁边默默的观察吧 默默观察事情的发展 真的也是希望缅甸的民众 大家要保重自己 然后希望你们可以平安的度过这一个 劫难 这样子 好 那今天就聊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各位如果喜欢我们节目 欢迎订阅频道 按赞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就能在影片上架第一时间获得通知 谢谢收看 今天是国际妇女节 首先 让我们要祝福所有的女性 平安快乐 心想事成 好吧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